韩国男子为逃兵役做变形手术 六个月后便没你 现年22岁的康来自于韩国 按照法律已经达到了服兵役的年龄 然而为了逃避兵役 康在去年年初被往泰国接受变形手术 并且在短短六个月内 成功转型为一名美女 近日康手术前后对比照走红网络震惊网友 康在手术之前是一名助纣外形的男孩 他五官精致 喜欢干净轻轻的打扮 很多网友眼里 康的颜值几乎可以作为男团成员出道 可是康非常抗拒服兵役 他努力追逐家人 并于2018年初 飞往泰国接受了一系列的手术 为了变成一名漂亮的女星 康不仅接受变形手术 还利用多次手术改变自己的五官和身体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 康的性别和外表成功的发生了变化 手术之后 康非常注重健康和皮肤保养 还会按时吃药维持刺激素 尽管手术费用高达五十万态铢 康也为自己的变化感到开心 目前康的身体恢复不错 还因双着外表收获了很多好赢 近日康整容前后对比照 在社交媒体上被多次转发和分享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激动的说 天哪居然六个月就从帅哥变成了美女 又有网友说 底子好果然不一样 做男孩和女孩都一样的好看 很多网友都被康的变化和美丽感到震惊 还有网友说 我已经看出来他有多想不服兵役了 虽说手术费用花费了十一万人民 但是面对这样的成功 所以他现在对自己非常的满意 如今的他在身体和五官上 恢复的都很好 还因为太漂亮受到了很多追求 还将自己整形前后的样子 晒到社交网络上